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北部地区要变天了 那么上午还是维持着像过去这几天温暖而稳定的天气状况 但是白天逐渐的就会包括了封面系统就会逐渐的来到台湾 后面还有冻背季风持续的来报道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还有冷空气要来报道 所以今天北部地区先明显的感受到的是天气变得不稳定了 然后紧接着呢温度下滑了 最明显的当然是在中午前后 在过去几天呢中午前后连北部地区都有29 30度的高温 但是今天呢最高温估计呢只会到22 23度 所以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当然天气不稳定也是明显的感受 中南部地区的感受还不是很明显 那要等到呢明后天的时候呢才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天气上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当然这几天呢仍旧是农物影响着金门、马祖、澎湖 还有西半部地区 不管是开车的朋友或者是搭飞机到金门、马祖、澎湖的朋友 都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19到22度 现在台北的温度就是22度 所以你也可以预期得到在未来 在后续的时间点呢 其实此刻就是今天的最高温了 好所以呢接下来的风面报道啦 还有东北季风报道 都会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以及降温的效应 而中部地区呢 降雨之下受的影响不大 云量稍微多一点 降雨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8度 南部地区那么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因为云量增多的关系 所以最高温没有再像昨天这么的炎热 但是呢也有21到31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云短暂 降雨降雨几率是6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7度 也是今天明显的感受到变化的地方 澎湖地区也是转为 因时多云短暂降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19到28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花莲台东还有澎湖 都是22度台中20度高雄19度 宜兰21度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涨跌互建 科技股呢延续着前一天的跌势 表现相对疲弱 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就是盘后NVIDIA的股价大涨 它公布的财报呢超乎预期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是 在今天收盘 今天凌晨收盘的时候呢 道琼公益指数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上涨了48点 收盘指数是38612点 涨幅0.13% 纳斯达克则下跌了49点 刷盘指数是15580点 跌幅0.32% 那么S&P指数呢上涨了6.32点 刷盘指数是4981.83点 涨幅0.13%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10.51点 刷盘指数是4446.36点 跌幅0.24%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的是油价的部分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8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7.91美元 涨幅1.13%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6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03美元 涨幅0.84% 那湖塞组织在红海呢那么对于这个商轮的这一些供给呢对于原油供应人就产生了疑虑再加上呢那么今年呢预判美国的原油增加的幅度不会再像去年那么样子的迅速所以呢在美国的供应增加有限而OPEC Plus的减产符合他们的规定 然后同时呢又看到红海危机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礼拜其实油价就相对的盘间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豆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则下跌了1.55%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跌多涨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5.50美元 每二十报价是2034美元 跌0.27% 而白银的期货呢则下跌了1.13% 铜的期货小涨了0.19% 靶金的期货下跌了3.4% 你看到贵金属的动态呢 它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 它也反映了美银指数呢其实在上个礼拜 那因为CPI PPI 它的通膨呢超乎预期的强劲之后呢 那么带动了美债的殖利率往上升 还有包括了美银指数的强劲之后 它就出现了一个整理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美银指数呢是小跌了0.05个百分点 来到104.03%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则是涨跌互建的英国金融市报博主价指数 下跌了56点 跌幅0.7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16点 涨幅0.22% 德国法兰科普指数上涨了49点 涨幅0.29%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在美国市场当中呢 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是美国联网会呢 公布他们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从上一次的会议记录里头来看呢 那么大多数的官员其实对于降息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 但是呢对于降息的速度 其实担心降息太快的官员 要比担心降息太慢的官员要来得多 所以呢大多数的官员认为还在观察一下 先不要急着降息 太快的降息呢可能呢会有风险 让通膨的控制变得更困难 那从上个礼拜所公布的通膨数字来看呢 看起来联准会的这个决定呢 这个想法是符合 那么目前的实际的经济状况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 不管是瑞银或者是路透呢 他们对于经济学家的预测 都认为可能要等到六月才会降息 我们来看路透的这个调查 那么他是在上二月十四号到二月二十号 也就是很新的 在上个礼拜的这个期间呢 那么调查了104位的经济学家 在这104位的经济学家当中呢 超过八成都认为要下一季 一个季度啊就是呢 那么第三第二季四到六月呢 应该会降息 但是呢大多数是认为是在六月 好那大家这里面呢 大概百分之五十五十三位 104位当中53位呢 大概过半数呢认为是六月降息 有三成左右呢 是认为呢是在五月降息 那么没有人认为三月会降息 那么甚至于呢这里面呢 大概有这个将近两成的经济学家认为呢 可能要等到七月之后才会降息 好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路透的调查 而瑞士银行呢 则是认为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呢 推迟到六月 他们本来认为是五月 但现在呢他们认为会推迟到六月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目前消费的需求 还有包括了这一个就业的热络呢 使得联准会呢 在短期之内应该降息的几率是不大的 好这个是一个就是呢 降息的速度联准会看起来呢 比较倾向慢慢来 不过呢在会议记录当中 倒是显示有一些决策官员 越来越支持放慢缩表的步伐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个最新的这个情况 接下来呢 关心的就是NVIDIA 他们在这个盘后呢 所公布的财报 这个财报呢表现极为亮丽 他在财报跟财测的部分呢 都超乎市场上面的预期 这也使得NVIDIA呢 在盘后的股价呢 出现了大涨啊 目前的涨幅那是7.27% 我们现在看资料 这个他到底的 这个有多么的亮丽 首先呢他在前一个季度 他是从10月下半旬 然后到1月下半旬 他的这个时间呢 不是从1号开始 他是从10月29号到 今年的1月28号 上个季度呢 他的营收221亿美元 计增22% 年增率达到了265% 也就是呢 比前一年的第四季呢 整整增加了2.65倍 所以速度这个成长是很惊人的 那么其中啊 最重要的是资料中心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俗称的AI伺服器的部分呢 他的这个营收达到了184亿美元 计增27% 那年增呢 4倍409% 所以呢 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AI伺服器 推升了NVIDIA的表现 成长两倍三倍 这样子的成长 那全年营收呢 跟这个2023会计年度相比呢 是整整的增加了1.26倍 好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看起来 第四季表现的还更加的亮丽 那么另外呢 在财务预测的部分呢 这也超乎预期 市场预期呢 它的下一个季度 就这个季度呢 那么估计呢 它的营收是221亿美元 但它预测可以达到240亿美元 也就是比前一个季度呢 估计还可以再成长一成左右 毛利率呢 可以达到77% 比前一个季度的 这个毛利率76.7% 还要来得高 好但是呢 这个量力的表现 本来就是预期中的事情 关键是市场如何的回应 我们看到盘后呢 那么NVIDIA的股价呢 先是大涨了超过8% 一度曾经呢 涨幅达到了接近10% 不过现在呢 涨幅大概就趋稳了 那么涨幅达到7.39% 这也使得呢 那么纳斯达克呢 在盘后的这个期货盘呢 是涨了0.88%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呢公布了上个月 元月份的出口 成长将近12% 两大因素 一个呢是对美国的汽车啦 零组件的成长呢 是很惊人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需求 成长幅度相当的大 这个半导体设备需求 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积极的发展 它的半导体自己的这个自制生产 但另外一方面也担心呢 可能会有新一轮的 美国发动的科技制裁 所以提前备货的 这一个需求也是存在的 那么所以呢 究竟能不能够缓解经济下 这个进一步下滑的疑虑 因为呢根据路透呢 所做的这一个 这些产业的短期观察调查 短关调查呢 那么已经出现了制造业 信心大幅恶化 十个月来首度出现了 悲观的企业要比乐观的企业 还要来得多的情况 另外在韩国的部分呢 1号到20号呢 它的出口额度是负成长7.8% 但因为2月是农历春节 所以呢如果你扣除掉假期的话呢 那么它其实每一天平均 出口额是成长9.9% 这倒是让亚洲的出口贸易呢 吃下了定心丸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汇丰控股呢 它昨天呢公布了 它的营收获利 那么结果呢 它的整体获利虽然创历史新高 但是呢 它在中国大陆的交通银行的持股呢 它劣迹了30亿美元的减损 那么侵蚀了它的第四季的获利 也凸显出来呢 它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么现在呢是有风险的 所以呢使得它公布完了之后 在香港的股市呢 跌了3.8% 在伦敦交易所的时候呢 甚至于跌了接近8% 那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道琼标普公司呢 宣布下个礼拜 也就是呢 26号 2月26号 那么下个礼拜一的交易日开始呢 将这个亚马逊纳入道琼的30档成分股 那么这30档成分股呢 要挤掉的是连锁药庄店 WBA 这也凸显出因为都是做零售业 但是一个是电商零售 另外一个呢是实体零售 当然也凸显出来零售销售的一个变化 在七大科技公司当中呢 现在是第三家 纳入道琼的30档成分股的公司 前两家当然就是苹果跟微软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入股呢 其实在农历春节前后 你看到他的国家队 还有他政策呢 强力做多的激励之下呢 昨天也明显的看到 北向资金通常代表的是外资呢 那么这个明显的爆买这个 入股当中的这个A股 那么买超金额达到136亿人民币 那金额其实是蛮大的 那么也使得呢 那么这个整个的北向资金呢 收复了去年11月 一直到今年1月净卖出的金额 上证指数呢 昨天呢继续的上涨 连续第六个交易上涨 上涨了28点 收盘指数2950点 涨幅0.97% 深圳城只上涨了70点 收盘指数是8975.97点 涨幅0.79% 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继续上涨了255点 收盘指数16502点 涨幅1.57% 而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则受到了美股科技股 拉回的影响 所以呢下跌了76点 收盘指数18,676点 跌幅0.41% 成交金额3788亿元 OTC的部分呢也小跌了 百分之0.01% 外资呢昨天呢是卖超了135亿元 投信也卖超了1.7亿元 而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37亿元 八大行库呢更是互盘买超了22亿元 不过今天早上呢因为看到了NVIDIA 还有包括了这个台积电呢 在盘后的这个股价呢是大涨的 所以应该有助于今天的台北股市的激励效应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咯 0.123 0.05